国军惊爆了20年来层级最高的将官级共谍案 犯案的就是这位罗贤哲少将 他是现任的陆军资通处长 他呢也是军方的博胜案的核心人物 也就是国军跟美军作战时勤资的负责人 任内呢将重大机密泄露给中共 这时间呢长达了9年 现在被收押进监 他就是罗贤哲 2008年4月因为立委爆料 国军多项演习资料 包括玉山兵推都能在大陆网站看到 怀疑情资外泄 当时罗贤哲信誓旦旦的说 外泄的都不是机密 都是在练习一个各级干部的一个 一个指管而已 那真正作战的行动 他的接近路线 那绝对是跟这个是不一样 罗贤哲讲的脸不红气不粗 一副就是立委爆错料 但谁知道当时罗贤哲就已经是共谍 夸张的是外泄情资 他的嫌疑最大 陆军少将罗贤哲 2008年国军将官受接